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回收费九首期 每个月也有额外的几千块钱收入 不错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快递 是一个湖南的粉丝发布来的 好多人都说收集难 收集不好收 那我们是不是要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用的方法不对 或者我们没有用心去做 感觉今年2020年 好多生意都特别难做 像这个粉丝 都已经跟我合作了好几年了 每个月都有稳定的量发布来 今天也是发的一大箱货过来 我们一起猜猜看一下 看他这笔货收的怎么样 做任何事情啊 我们一定要用心 只有用心做了才有回报 不是说什么事情 你一上手马上就能赚很多很多钱了 就像我们这个对手机回收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做我们这个发不了财 你只能一个月赚个几千块钱 如果你真的想发财 真的想赚大钱的话 我估计也很困难 毕竟头部的人也比较少 我们一直有个订阅叫奥巴订阅啊 对不对 来我们把货整理一下 看他这边过怎么样 粉丝的货已经整理完成了 里面有一张纸条 我们看一下 所有的方法都像我视频里面介绍的一样的 像一个摄像头的 微博 OPPO两个摄像头的三个摄像头的 他都是按这种方法去回收的 每个月也能赚点钱 老年纪的话 大家都应该知道 给大家的一个 我们到面回收个五块钱 一个又两块多里 这里差不多又一百多块钱 也是不错的 这左边 还有几个电炉屏 这种可以打开电池后盖的都是电炉屏 电炉屏先给大家的报价10块钱一个 你们可以按老年纪的价格回收 或者比老年纪贵一点点 做生意 零物并不 有些人带好多智能机的话 有一两个电炉屏 我们也可以不赚钱 但是说 还有两个屏幕破的平板 这种大平板屏幕破的 只能卖到十块 左右的 你们回收的时候要注意啊 不要给的价格太高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智能机吧 最赚钱的就是这些智能机 这是苹果市 苹果市现在只能卖到13块钱一个 你们可以10块或者按老年纪 价格的不错也可以 这是苹果5 苹果5S的话 这个还能卖到20 其他的像这些品牌机啊 是一个摄像头的 你们都可以10块 或者15块钱 比如说 你这个欧坡的 这个能卖40 这个能卖20多 40 30 20 50 50 这些都是一个摄像头的 利用都还可以啊 我们再看一下两个摄像头的 两个摄像头的有5个 两个摄像头的要区分一下 像这种 上面有一节 不是全面平的 这种你们可以回收的30块钱 这个你们到外面回收 可以回收个230块钱 这个能卖40多 其他几个都是全面平的 全面平的两个摄像头的 你们可以回收3040块钱 这几个 这个都能卖100多 这个670 780 670 可以的啊 这两年 有好多新款 也是两个摄像头的 但是手机要大 也要长一点 再看一下这两个 这两个是 三个摄像头 这个是四个 这个是三个 像这种的话 你们就能可以回收 4050块钱一个 这台是华为农药的 这个能开机的 能卖200多 不开机的 能卖80 这台是红米的 小米旗下的 这个不开机的 能卖80 开机的能卖100多 等一下 把这些机子 全部测试一下 尽可能给最高的价格 那这期视频 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啊 如果你们对这个废族 手机会非常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报告的教程 让你们轻松上手 再见